那么我们现前的身 这是叶宝 这个叶是什么 是自己造的叶 有净叶有燃叶 燃叶在六道轮回 净叶在四发节 六道轮回之外 释迦牟尼佛的净土 声闻云九菩萨佛 这四个阶层 是六道之外的 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 极乐世界有啊 这个世界也有啊 那燃叶里面有善物 啊 我们行善 行善 我们这个报身就善 善是什么 健康成熟 啊 我们世间人将的荣华富贵 啊 这是善 善因所感的 那造作物业的呢 这个夜报身呢 就多病 受苦 受难 都是报身啊 夜报不一样啊 啊 在你细心去观察 那夜报更差的 出生生 莫鬼身 地狱身 那造作很重的夜 啊 他到那边去了 那善一 如果这个善很殊胜 超过人间的佛报 他就到天上去了 啊 自自然然感应到焦嘛 他是拿一个等级 一定他到那个等同一个等级里面去嘛 啊 上面去不了 下面他也不会去 啊 听 佛讲的很清楚啊 二十八成天啊 那都是修善修福的 啊 逐渐上身 那造物业就妄想坠落啊 啊 一夜报身 啊 这个夜有没有人主宰 跟主说 没有人 啊 这佛法讲得很清楚 没有人主宰 啊 主宰的是自己 啊 去学佛的人 不迷信 啊 任何事情 不要去 这问神呢 啊 这个詹仆 这佛教全 全都是反对的 啊 经上讲得很清楚 啊 齐心动念 问自己 你就清楚了 你的心善 行为善 肯定往上升 啊 心情不善呢 那你肯定往下坠落 啊 一切法 从心向神 是从自己的心向神 不是从外面 不但佛告诉我们 身体 我们的身体 是自己的心向神 啊 主要晓得 现在的疾病很多啊 啊 啊 得了很多严重的疾病 啊 像癌症这类的 甚至比它还严重的 真有不少 念佛念好了 啊 为什么原因 有道理在啊 这心形善嘛 一切法 从心向神 我这个身体 也是从心向神的嘛 我的心不善 我身体里面细胞啊 就变成 带毒素的了 啊 哪些是不善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贪嗔痴 叫三毒烦恼 你有贪嗔痴 你的身体细胞里就带着毒素 再加上慢 再加上疑 你就五毒 你都能多麻烦了 啊 这就是你身体的 基本上 你已经带着毒素了 啊 佛教过 勤修务界定会 熄灭贪嗔痴 把我们身体细胞里面的毒素 完全洗刷干净 你永远不会生病 外面什么样疾病传染 你不会得 啊 医学里头名词叫免疫力 你有这个免疫的能力 你里头没有毒吗 毒与毒相感 啊 你不会感染 你没有毒 这你就晓得 明白这个道理 懂得这样做法 你的身心都快乐 啊 那么毒很容易 悲然的时候 因要加上语言 这佛经上讲得很清楚 贪嗔痴 贪嗔痴慢疑 说五毒 这是因 得病的因 死亡的因 死后堕落的因 啊 缘有两种 有内有外 啊 内缘是 怨恨恼怒烦 这是内缘 要把它去掉啊 不去掉的 很容易得病啊 外面云呢 财色明石碎 在外面 诱导 诱惑你 啊 你里面的时候 这个 里外 一香激活 病就到了 这病这么来的呀 这佛讲得很清楚啊 比医生讲得好啊 啊 佛能教给我们不害病 啊 年年虽然长 年年年正长的时候 你不老化 那这学佛有什么好处啊 这头一个好处 我们叫身体健康 哎 发习充满 快乐人生啊 那这学佛同一个好处 自己得到就是这个 啊 这种 身心的快乐 与 富贵平坚 不相干 啊 你只要恳朽 这就是真正的幸福美满的人生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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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